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来讲讲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 那些同事 有一个已经是大家共事几年的 不过他很年轻 他最初他来做的时候只有19岁 19岁 而且那个时候 差不多读 好像在读大学第一年 他本来就是读文科的 想做老师 但是 他就 很大方地告诉个个人 他是同性恋者 男生 今天他的男朋友 他快来探班 因为没有太忙 经理又不那 Ellie 他们在餐厅 中 就抱抱抱抱抱很亲烈 我们一些 其他几个共事夫人 那些很多都是年輕人 尤其是英國是同性戀合法化 所以根本有很多時候 說那些基佬街有節日 他們都去大肆慶祝 這個都是他們個人的事 他們個人的選擇 也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在外國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反過來 在幾十年前 在香港、在中國 如果他們說你雞 而且你通常心理不太平衡 認為自己其實是男生 但你很想穿條裙 很想什麼 心態和身體不太混合的人 他們都會靜悄悄的 不可以讓人知道 所以造成有很多人 或者是長期沒有結婚 抑鬱 因為你不可以讓人知道 其實你的性取向有問題 這個已經是今時今日 尤其是在外國 西方社會 根本完全是沒有問題 我知道在中國現在還是屬於沒有說合法 但是也有些人 因為他們 因為在中國 你有錢可以做任何事 你不去註冊結婚 但是你可以請代務 生小朋友 只要你養得起小朋友 就可以了 所以都是沒有問題 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雖然政府沒有正式承認 同性戀可以合法化 但是他也沒有反對 我們現在說說 有朋友家境不錯 但是他只有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通常做父母的當然是 快點早點認識女朋友 結婚 我們可以做阿公做阿婆 可以抱孫 誰知道這個兒子 去了外國留學之後 之後就遲遲他們介紹 因為家境好 想找回門當戶對的女朋友 給他兒子 經常找人介紹 比如說這個是什麼什麼的女兒 這個是什麼細白的女兒 但是都不疼 但是事實來說 因為這個小朋友 根本已經在外國長大了 他可能喜歡娶鬼婆也不行 但是因為你父母 是比較傳統的人 他當然在幾十年前 當然希望你娶回個 正正中中的中國人 以後你後代全都是純正的中國種 但是其實你現在看看 在外國有很多都是混血的 就是混合婚姻 混血 我們看到他們很多時候 這樣的婚姻關係 通常都沒有什麼大問題出現 就是很少會 以我所知 很少會離婚 因為他們大家都知道 大家的文化不同 就是文化不同 他們都會互相遷就 OK 這個除了遷就的問題之外 還是大家都會互相尊重 如果你不可以互相尊重 那呼呼喉喉喉 那些肯定就一定會散 我記得在以前我們做那間 那間咖啡店餐館的時候 就請到一個夥記 這個夥記是香港人 在香港應該是來讀書或者旅行 就是二十幾年前 二十五年前 來讀書或者來旅行 接著就賴死不走 走去那些餐館 或者那些外賣檔 做侍應 就認識到一個鬼妹 因為你本身她沒有居留 她沒有居留 她就不想走 她就靠這個鬼妹 跟鬼妹結婚 因為大家都年輕 跟鬼妹結婚 就拿居留 她自己都說 她是靠鬼婆來拿居留 因為鬼婆喜歡她 鬼婆有些人覺得 你這個人沒什麼 她們就不會說 要戴眼識人 怎樣怎樣看 大家當年輕的時候 可能覺得 你這個人多好 聊聊天 又多會說笑 又什麼 就會自然 她們沒有什麼戒心 但其實這個年輕 只是想利用她來做居留 在我們這裡做的時候 她就經常跟我們說 我媽媽在香港不喜歡 經常叫我 你為什麼娶個鬼婆 娶個鬼婆 將來怎樣 生了個鬼仔 什麼混血 她說她媽媽經常 每次打電話 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媽媽都在那裡 投訴 我就不知道她是不是獨仔 只有一個兒子 但她就說她媽媽不喜歡 我們就跟她說 我們就跟她說 還有那個鬼婆 她在那裡做的時候 那個鬼婆已經有 有兩個小孩 跟她生了兩個 好像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不過很小 有一個小的那個 應該只有幾個月 她就已經在我們面前 嫌棄那個鬼婆 又說那個鬼婆粗魯 什麼什麼 但是我們 因為她有人介紹來的 我們認識一個介紹人 介紹人就說 其實她很多時候 又難倒 就是那個鬼婆 預計她那份人工 譬如當時有300 那你最少拿250回去 她有時候倒了一半 那變成鬼婆便變成少了家用 另外很多時候 你做這些工 已經是做了五天 或者六天 已經沒什麼時間在家裡 你沒時間去陪那個鬼婆 鬼婆那些需要 不是說只是錢之外 她還需要找人陪的 就是說 如果那個鬼婆覺得不開心 她需要溝通 可以這樣說 而這個年輕人 又喜歡去 除了賭錢之外 又喜歡 偶爾去Casino 變成鬼婆 弄到鬼婆 經常跟她吵架 聽說有一次 有朋友 認識鬼婆 因為那個鬼婆以前都是在外賣檔裡做這個企桌 這樣認識到的 那就跟她一起 帶了兩個弟弟 不知道有朋友的生日 大家都認識的 那她就說 帶你那個鬼婆來 那當晚她就帶了鬼婆一起去朋友家 就是還有其他人在那裡 但是她就在那裡擺款 在那裡 在中國人面前 多數都是中國人 在中國人面前 擺款 就是說 她就說 我不怕她 我不怕鬼婆 我不怕鬼婆 我為什麼怕她 她是我的小奴隸 她要聽我說的 那他們在那裡 嘰嘰嘰嘰嘰嘰 正是講中文 講中文 而這個年輕人的英文 也都不是說 太好 只不過 她特地 講中文 還有呢 在那裡 吵大嘰 冷落過鬼婆 鬼婆帶著兩個小孩 最後坐了不夠半個小時 鬼婆發脾氣 整杯水 潑到她的臉上去 接著 帶那兩個小孩走 帶那兩個小孩走 因為是 要吵著走 因為這個 這個中國仔 這個夥計 他開車的 他開車 他不肯走 他不肯走 然後呢 鬼婆在那裡 當面就打她 當面對著 那麼多中國人 直接打她 所以 有時候 你不要說 鬼婆什麼 因為她覺得 她是被受冷落 和不受尊重 我是 我是 你老婆 你竟然 幾個字 都沒有 或者 沒有杯水 針給 照顧一下 這些小孩 或者是 怎樣 跟鬼婆 或者 有時候 聊天 你只是說中文 她又不懂 她又不知道 你們在那裡說什麼 只不過見你們 又說一下 又笑一下 她就發火 本來感情已經不是太好 自從這件事之後 沒多久 鬼婆就跟她離婚 離婚 當然她在我們面前 她當然是說鬼婆不是 但她早之前 已經經常在那裡說 她媽媽叫她 要娶個中國人 她媽媽不喜歡 經常說你媽媽不喜歡 但這是你的選擇 你未跟她結婚之前 你已經知道她是鬼婆 紅鬚綠眼 所以這些根本 是一個 excuse 是一個藉口 其實她已經 討厭過鬼婆 而且 她已經利用完 鬼婆 可以拿到居留了 幾年了 所以這些人 其實真的很不要 在中國人來說 本身 老一輩那些 很多都是想著 我結婚之後 我就是一家之主 我賺錢 你做老婆那個 一定聽我說 但其實現在的時代 已經不同了 如果你還拿著這一套 根本很多 當然你的家庭 不會說幸福 就算不散 不幸福 你不開心 你的伴侶也不開心 我記得 也都在差不多那個時期 那時候 有一陣子 要經常帶那些小孩 回去香港 做身份證 有一次 坐飛機十幾個小時 就會起來 逛逛 見到有個 那時候 叫做阿伯 他應該看下去 就有病 因為大家都是客家人 他就說起來 他說 你回香港什麼 我回香港和小孩做身份證 他又站起來走 站起來 動一下 不要經常坐著 屈住 怕積血 那我就問他 他就說 他是回香港看病 當時 我就說 那你老婆 或者什麼 有人陪你 因為我看他都好像 五十幾六十 那他就在那裡 我都不記得他說 他老婆在那裡 還是不在那裡 但他馬上 我完全不認識他的 但他馬上就說幾句 他說 唉 不要說我老婆了 做了大食欄 去街市買兩條魚 給他吃了一條 買兩隻雞 給他吃了一隻 我說不是吧 什麼不是啊 做了什麼 家裡又不會做事 又不 意思 總之 沒有一句好 沒有一句 讚他老婆 我說 那你有幾多個小孩 我有幾個兒子 幾多個女兒 是吧 你老婆和你做任何事 都沒有得到你說一句好說話 從從複複複在那裡說 都說了 跟他一起去買東西 買兩條魚 他就吃了一條 買兩隻雞 他就吃了一隻 那大哥 你只有兩個人住 兒子又搬了出去 那你買兩隻雞 你當然是預他都有一半 他吃了他那一半而已 那你都禁不什麼 我聽到他沒有一句讚他老婆什麼 就算不讚他 但你彈得他太過分了 說到他地底例也不值 所以 後來 我不知道他和誰一起乘飛機 我趕快走回座位 免得聽他說 因為我覺得這些人 其實 真的很離譜 一點都不會尊重他老婆 如果他老婆在座位那裡聽到 我想這些 屬於差不多年紀 以前的人 通常都是識事令人 免得在飛機上和他吵 但是如果真的聽到 應該都幾怒氣 或者幾傷心 所以我沒有繼續和他聊 他見到 我這些三不識七的人 一去就說他老婆 怎樣的不是 怎樣的不好 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就算你說以前你是盲分 都是你的選擇 是吧 如果是 那你覺得他不對 那你就早早離了分他 無謂這樣來 抑鬱自己 然後你又拖累人 幾十年和你生幾個小孩 然後又在那裡 嫌三嫌四 我覺得這些人真的很離譜 另外有一次去看中醫 那個中醫很忙的 很忙 也有些中國人 其他人在看他 有一伙子 就在駕駛車 要駕駛一個多小時 我也不記得是什麼城市 那個男人 就有糖尿病 有糖尿病 那個女兒 和老婆 那些收到封 說這個中醫好 就帶他 特地送他過來 看醫生 還有做針灸 可能糖尿病的人 通常眼睛 或者腳都開始 就是嚴重的那些 會有問題的 會有問題 那所以他 不多 那麼 行得 那我看到他那時候 他在針灸房出來 那時候 他老婆 都已經是 大家都應該五六十了 那另外有個女兒 扶著他 就是好像 慈禧那樣 服侍 是吧 慢慢地扶他出來 跟著他 還在那裡大聲 喊他老婆 做什麼這麼快啊 弄到我腳痛啊 大庭廣眾之下 都這樣來 他老婆一句聲都沒有出 一句聲都沒有出 女兒更加不敢出聲 看上去都是好像那些 皇上 出親聲就麻煩了 一會兒回去整晚都黑口黑面 是吧 所以說 我之前的伙計 他娶過鬼婆 如果他是對鬼婆好 鬼婆對他好的話 根本他都很開心 又有兒子又有女兒 你說 正如我們以前都跟他說 如果你媽媽叫你 OK 飛了個鬼婆 然後你娶一個中國人 那這個中國人的老婆 第二個老婆 會不會跟你媽媽相處得好呢 而且你媽媽在香港 是不是 在媽媽 在香港 根本對你媽媽是沒有影響的 就是 有很多東西 根本就是這個 年輕人的 excuse 的 理由 想飛那個鬼婆 不過後來那個鬼婆 都踢開他了 踢開他 就是跟他離婚 其實 以我自己的感覺 你要婚姻好 當然要兩夫妻齊心 就算 不齊心 想的事情不同 但你都起碼要 互相尊重 說話你不可以 呼呼呼喉喉 又控制狂 就算是你賺錢 你賺錢回來 那你老婆在家 看著頭家 幫你照顧小孩 是不是 他當他老婆 什麼都沒有做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在茶樓的時候 你都會見到 有些人 見到他們兩個老爺 即是兩夫妻 坐在那裡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你看你的手機 我看我的手機 可以成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都沒有話說 這些人 就是相對無言 可能想想 老夫老妻 還說什麼 但是 其實 可能根本就是 為了維持一段 不想破裂的婚姻 那大家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OK 大家互不干擾 但是 還住在一個 和氣生財 相敬如賓 但是相敬如賓 真的已經 無話可說 這也是他們的選擇 起碼都好過 大庭廣眾之間 喝茶那個 呼呼喝喝的老婆 或者是 那個女人 大聲罵她老公 這些 這些 如果真是說 要說到出面 是不是 已經是 這些婚姻 根本是完全是 不可以再維持 有些人就想一下 啊 就是 我抓緊就命啊 我老公雖然是這樣 但是 我為了 不想被人 外面那些人 當笑話這樣說 誰跟誰 兩夫婦 怎樣怎樣 或者我為了 我的子女著想 我的子女又想 爸爸和媽媽 一起繼續在這裡住 就是一起生活 大家互相照顧 但是 到你根本已經是 大家在那裡 不打架 但是已經在那裡 吵吵吵吵吵的 日日都 就是生活難過 這樣 根本你說 聚在一起 都沒有意思 是不是 還怎樣會 互相照顧啊 只是想 個心可能在那裡想 看個天怎麼修理 死佬 怎樣什麼 或者你個壞婆 看下 翌日 怎樣 天怎麼對你 看你幾時好 所以這些 唉 為什麼 如果真是 其實 想得通的人 就不應該 即如果你已經到 這樣的天地 真的不可以再繼續下去 如果你說真是 可以以大局為眾 即是 即是 不想家庭破碎 OK 勉強維持一個殼 在那裡 這個 完美的婚姻 這樣 就 大家都是相敬如賓 互不侵犯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是不是 這樣都是 第二 就是屬於選擇 選擇的一種 生活方式 但是 其實 人生苦短 是不是 一個人 究竟又 可以活到幾長命 如果你是英雷王 天天 有人打個黑痴 都有人照顧 醫生 立刻盯著 你血壓升了多少 你有沒有吃維他命丸 是不是 有人照顧 有人什麼 你無論如何生活都沒有問題 可以自己有空出去走一下自己的花園 不開心的時候 散心 但是 其實我們普通人 根本來說 每天 真的要為自己好一點 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的感受 因為你如果不開心 你的婚姻不開心 你的家庭不開心 你會直接影響到你的身體健康 因為你抑鬱成疾 對大家其實都沒有好處 其實如果有人想通 你可以其實 真是說 為大家著想的話 應該 正式坐下來來聊一下 究竟 是不是哪一方面 對大家的婚姻出現問題 是不是 如果是真的 顧全大局 為大家著想的 應該都還有得談 這樣這個婚姻還可以有得慢 再不是 你說人家 那些同性戀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 因為他們就是活在當下 他最主要就是 我現在覺得開心 我喜歡做我自己喜歡做的 就是他不會看別人外面 怎樣看他 怎樣想他 是不是 一來又政府合法化 通常我是不會說 就是 就是 歧視這種人 我是不會歧視他們 但是 就是 這些 都是很少部分的人 你說是 100個裡面 或者 1000個 1000對裡面 可能只有一個半個 是同性戀的 但是這些 都不是問題 最主要就是 現在我們每個人 都應該活在當下 做自己開心做的事 學自己應該學的事 就算你和別人聊天 溝通 你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我今天因為見到 我的同事 講過 機仔 他這樣 我才有多少 感想 大家都在這裡聊聊 OK 希望大家 當然 生活美滿 家庭幸福 但是 如果你說 真是抑鬱在路很久 的話 那你就真的要想清楚 你要 以後怎樣做 就是 因為 好像這樣 這個 很多東西是注定 但是都是命運之論的推示 如果 那些 真的 相差得太遠 那些 那些 大家想的 說的 不同 一開口就 吵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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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得慢 OK 就當我在這裡 說廢話 OK 下次再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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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